镜头从东北带领到北京近郊 在命运水库北岸的云峰山上 有一群台湾团队生耕二十年 不但复原了千年古寺 还打造树屋民宿 洋溢着浪漫的童话气氛 当地的居民还因此得到了就业的机会 原本在家里带孩子的大妈 现在有机会跟旅客接触互动 而这个民宿一年只营业七个半月 无敌美景期间限定 现在已经成为北京最热门的民宿之一 南条命运水库北一烟山群脉 这里是北京市命运区的云峰山 坐落在山谷绿衣间的小木屋 是大人眼中的世外桃源 更是孩子们痴迷的童话王国 小心哦 好 那走我们去我们的大堂 管家张霞亲切的招呼客人 热茶 毛巾 地图早早就在桌上standby 我们住的是杰克魔兜 我们每间房间都有一个小手机 您可以联系我们用 转属手机是随抠随到的贴心 让服务能够如影随形 踏着木街一路向上 树木林立却没有将珍稀的紧致遮蔽 落地窗一眼望尽是有烟山明珠之圈的命运水库 走到室外小阳台 遮阳棚一打开又失令一番惬意天地 平时的话就是工作或者是孩子们上学 能够在休假的时候来这边体验一下 就是完全不同你这个城市的生活 就感觉非常的好 有的树屋被郁郁葱葱的翠绿环抱 有的则是直接把大树收在屋子里 各有不同个性 除了风景是最大的卖点之外 要吸引亲子客或者是情侣的话 还要有其他的特色 像是这个滑梯就可以让我从这个小阁楼 大楼 小阁楼 瞬间就可以来到这个小阳台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鞦韆 可以让你坐在这里欣赏美景 再见 象征磨豆藤蔓的滑梯令孩子们疯狂 依靠着命运水库这个北京唯一的 营用水源供应地 云丰山无法做任何工业开发或畜牧养殖 保留下了美景却也冲击当地经济 银元巧合下台湾团队进驻 开发成民宿景区带动当地观光经济 当地人更了解他自己的生长的环境 而且用当地的人相对也比较稳定 一个服务的人员基本上都要培训一年以上 他才能够很百分之百的忠诚传达 我们要传达出来的感觉 挺胸抬头缩腹 好 再往前走 微笑 然后露出八颗芽 桑霞这边不行 来 我们拿筷子稍微咬一下 接待客人恰好的微笑是必要的 在这里可是重点训练之一 来自山脚下燕落村的农村姐姐们 在手把手的训练下培养出暖心 有礼的台式服务风格 像农村的这些大妈 她们亲可力本身就是够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 然后带着她们 之前我脾气不会很好 就是很自我 我想很随意的那种 然后知道接触这种工作之后 就可以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可以换个角度 从北京城里的白领返舱回村 张霞现在有更多时间可以回家陪孩子 在停车场忙进忙出的姑娘也是一样 挥手目送客人离开这小小细节 甚至还有日式服务的细致在里面 用你的笑容再换来别人 客人对你的认可和笑容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以前你是做什么的 以前就在家待着带小孩啊 本地居民占基层员工80% 间接改善了农村闲置的劳动力 一年只开业七个半月 大自然的美却能融进到访的游客心里面 看到这个黑色的种子吗 你们可以进行的尝一尝 小农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植物 常常现摘的葵花子在亲手种下豌豆 老师讲解了这所有的这些青菜 就是菜叶 不过我记忆力不太好 和爸爸妈妈一起当农夫 这是大城市给不了的体验 只要我们从网上看到这个树屋 觉得很有意思 觉得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然后包括这边也有一些活动 可能让它和小朋友互相交流 稍微断了断了 它的胆量 园区里开满马鞭草和瘦球花 还有肥多多的兔子在草间穿梭 最受宠的薰衣草花旗已过 但开发成商品创造的商机 可是开满一年四季 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客房里会使用 每一个客房都有 每个客人都有 这里面就是薰衣草的枕头 从里面的配笔 然后到外面的这种材质 还有它的设计颜色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一年我们都可以卖掉上千个 念景观设计的李美华和夫家 一起从零到有打造景区 低调的故事起源 是山里这一处禁闭的千年古寺 二十多年前从台湾来的婆婆 发现了残破的古寺 于是发行修建 当初并没有那种车型的道路 只有驴子驮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山道 所以所有的水 包括砖 就是一砖一瓦修复这个寺院的材料吧 都是用小驴子驮上来 还有人搬运上来的 像这个就是用人力扛进来的 这个要花多少人扛啊 这个当初有十六个人同时扛它 小小的古寺没有太多相克 台湾团队在这里数十年生根 让当地政府看见 倾力相挺 从古寺修复到景区开发 再到民宿田园的步步打造 我觉得那个 不是那个缝勾进去一点 这样太出来了 每一个角落 李美华都细细督工 四季光影变换的时空 变换不了优者的心境 台湾团队继续在北京深山里 打造童话般的梦幻仙境